英国幻想糖尿病的人越来越多 当地政府估计有大约100万英国人连自己出现糖尿问题都不知道 如果真的前期 身体也还有机会可以自行调节 重拾正轨 不过很多人都厚知厚觉 当发现的时候 大多已经去到糖尿病的正式阶段 这个时候才来补飞 已经太迟 不过以下才是重点 就是住在英国的亚洲人患糖尿病的几率 竟然比其他当地的英国人高出一倍 为什么会这样呢? 无论在英国 香港或者世界其他地方 糖尿病都有年轻化的迹象 日本的糖尿病有两种 第一型和第二型 第一型是自身免疫系统出现问题 自己有打自己有 负责生产胰岛素的细胞无故受到袭击 不可以正常运作 当不够胰岛素 体内的其他细胞就不懂得由血液中吸取葡萄糖作为能量 令到血中的糖分不断积聚 而第二型周最常见 就算胰岛素可以正常生产 其他细胞都已经开始对它没有感觉 甚至抗拒 将葡萄糖拒绝门外 当血糖过多 就会好似塞车 令血越流越慢 其他养分也来不及输送到各个器官 当身体吸收不够所需要的糖分和能量 就会开始出现问题 这个是为什么不少糖尿病患者 很多时候都会觉得累 没有精神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如果大家有以下问题 例如比平时更加口渴 少变多了 体重下降 意累又或者烦躁不安 就可能是踏入了幻想糖尿病的前期阶段 而当出现脚部麻痹 视力模糊 伤口难以预合 反复感染 就更加要立即求医 说到这里 或者不少人都已经开始担心 因为大多这些前期生状 都跟一般的都市病非常类似 以为只是挨野挨得多 不够睡 所以不以为意 结果错过了治疗糖尿病的黄金时间 因为如果只是前期 人体也有机会可以透过调整饮食 以及多做运动 去改善血糖状况 不过一旦去到正式发病阶段 身体就已经调节不回 变成长期病患 另一方面 英式下午茶 啤酒 威士忌 咖啡和蛋糕 或者大家都会觉得英国人很喜欢快餐和甜食 不过其实欧洲患上糖尿病的风险并不算高 英国的比率甚至低过鄰近的北欧国家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是因为欧洲出家吃饭价值不非 以英国为例 普通一餐最少都要十多二十磅 另外就是宗教原因 欧洲在家庭生活文化方面 相对上会比较重 而晚餐是一日最重要的时刻 英国部分地区甚至有法例规定 在某些节日以及星期日 店铺也必须提早关门 让员工有机会回家 和家人一起享受相处的时间 所以他们家在家煮食的次数会比亚洲人多 出街吃宵夜又或者糖水的习惯 也相对较少 不过回头 亚洲很多食物都是偏咸 为什么患糖尿病的风险反而会这么高呢? 其中一个很多人对糖尿病最大的谋误 就是以为要吃甜食才会导致糖尿 不止粥粉面饭 炸比西多 甚至只是一碗普通的叉蛋面 才是增加患上糖尿病风险的真正原因 特别是叉蛋面 很多人都以为只是一碗面 加旧餐肉 加只蛋 不过它其实在香港人平时吃的咸茶里面 最邪恶 法式之风含量最高 除了会导致血管疾病 也会令细胞 有更大机会对胰岛素产生抗拒 同时会由血中吸取糖分 令血糖不断上升 这也是刚才说的第二型糖尿病 占了所有糖尿病的九成 这个是为什么一个在英国的亚洲人患糖尿病的几率 比当地的人高出一倍 除了因为基因 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是因为有不少人都维持原有的生活模式 和饮食习惯 以粥粉面饭作为主食 发现欧洲人平时吃开的薯条薯仔 酸种面包 这些淀粉质 很多时只是配菜 再加上当地人有比较多的宛爱活动 比较早睡 减少了对身体的负担 我猜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 其实大家自己心中有素 就是很多时吃不惯就是吃不惯 当有个亚洲人来到欧洲 一时三刻是很难改变原有的生活模式 要逼自己去改 反而会令自己变得更不开心 所以在这里也想分享几样简单而又轻松的提示 不论是英国 香港 或者世界其他地方 希望可以帮大家吃好西的同时 也可以保持身体健康 一吃得慢些 大家可能已经习惯了节奏吸收的都市生活 下意识可能都会不小心吃快了 当身体一下子要接收大量食物 是需要分泌大量的胰岛素去吸收糖分 很容易就会负荷不理 另外就是在食饭期间 身体需要时间释出汗烟蒙 让你大脑知道其实已经吃得八八九九 是时候要收手 就是当吃得太快 大脑来不及接收讯号 很容易就会出现过饱的情况 导致胃痛 消化不良 以及胃酸倒流 也比较容易吞入空气 导致胃脏 所以大家不妨试下吃得慢些 一个普通人正常的浴餐时间 应该要是20-30分钟 2.先吃送后吃饭 有不少人都是饭桶 就算是酥油拌饭 其实也可以吃得非常开心 不过饭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糖 所以可以试下先吃送后吃饭 将饭由主角变成配角 而在肉和菜之间 就更加要先菜后肉 因为菜含有丰富纤维 会比你的大脑更容易知道自己吃饭吃了多少 那之后吃肉和吃饭就会变得更容易 不会吃得太多又或者过饱 3.不要胸肚吃早餐 另一句其实是智令名言 特别是都市人生活忙碌经常熬夜 就习惯了起床第一件事 就是要先喝杯咖啡提一提神 不过这个习惯 其实是会刺激皮质醇的分泌 令到血糖瞬间飙升 所以大家不妨试下在起床的时候先喝一杯水 除了可以补充大家在睡觉期间 经皮肤同呼吸流失的水分 也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叫醒肠胃 但在吃早餐炭咖啡的时候就可以消化得更好 血糖指数不会急升急跌 减低患上糖尿风险 而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时候大家会想吃饭 其实不是因为肚饿而是因为缺水 因为大脑处理肚饿和口渴都是属于同一个区域 很容易就会出现温柔 这个也是为什么 又不少时候明明吃完东西无奈 很快又会再想吃饭的其中一个原因 结果吸收过多身体原本不需要的热量和糖分 导致糖尿和痴肥 所以黎明这句金句其实是预众心详 大家真的要明记于心 今集就说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今集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